大家好,我是明史,民国76年认识天地教 7月归一于师尊谈尽老人 8月有幸与师尊在天际行宫 师尊会客室畅谈90分钟 当时我眼中的师尊是 一个身强、心静、临静、气顺、神清的老人家 90分钟的谈话内容 从纷扰的世界局势开始 谈到精神重建、道德重整的世界大同、天人大同的理想 我看到的是浑身散放光芒、关爱地球 幽名幽天下的大宗师 从22岁归师到现在 38年来 弟子我对师尊最大的印象是 师尊大声疾呼 我的天命是从天上开始 要我到人间来救揭 抢救这次三期末节 拯救天下苍生 这个我是指师尊自己 这段话让我醍醐灌顶般 体认到师尊这位大宗师 不只是达到身心灵一体的养生境界 同时是贯通天人 了物因果 明了自己的天命而努力奋斗的高人 这对想要明了谁是我 我是谁 想要误彻人生究竟 寻觅天命的我来说 无疑是人生奋斗楷模的标杆在前面 所以 我以历史硕士兼弟子的身份 向各位介绍天地教的首刃首席使者 本师师尊 也就是我们归师时 所归一的对象 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师尊 师尊信礼 以前读书人有名 有字 有号 师尊的学名 字 都是父亲所取的 师尊学名 顶年 是旧学时 其毕业证书上 写的是离顶年 就业后 社交往来 就用字来通行 师尊字 御阶 道明呢 是师尊归一时 萧师公所赐 道明吉出 37岁 师尊上霸山 字数大号 寒见老人 师尊啊 是西元 1901年 民国前 11年 新丑年 4月5日 诞生于江苏省 苏州城内 所以农历 4月5号 这个日子 现在尊为 本师节 西元 西元1994年 12月26日 正道与台湾 雷利尔道场 感念师尊一生 无私无我 传播宇宙大道 鼓励弟子们 学习广宣教义 普济苍生的精神 国历 12月26日 尊为传道节 1901年到1994年 这94年的生命里 师尊历经辛亥革命 列强外务 军阀内乱 对日抗战 及两岸的分立 也就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师尊是生于忧患 长于忧患的读书人 也是面对战争困恶 悲天悯人的宗教家 面对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 师尊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胸怀 也令当时的人所赞叹 如虞济中先生 是中国时报的创办人 和师尊同为江苏省 补进县的人 余先生说 我与玉阶先生相似于民国二十七年 时玉阶兄居西岳化山 习隐山林 而隐然有天下苍生之志 这一段话 隐然有天下苍生之志 很特殊 又说 我总以玉阶兄为今世之奇人 其禀赋之超成绝俗 故令人皆知有清新之感 而其以出世的心性 做入世奋斗的事迹 有有多足 这句 以出世的心性 做入世奋斗之事迹 也是我们弟子们努力在学习的 师尊一生的奋斗事迹 也吸引美国 日本 欧洲 中国大陆 以及台湾学者的研究探索 譬如 我们诗 韩静老人讲座 纪念韩静老人宗教学术研讨会 或天人识学 玄河记刊等等 学者发表的论文 有兴趣的同分 可以去借阅 研究 师尊在民国83年12月26日正道 一生奋斗的事迹 在84年4月20日 当时的总统给予包养 而名流侵蚀 我们现在透过包养令 向各位介绍师尊的行营 在包养令 随影讲 财团法人 财团法人 天地教董事长 中华天地教总会 理事长 李玉阶 事律存名 风操清月 仁义事上 忠树为怀 首先 他肯定师尊 在学生时代 参与五四运动 爱国优时 楷模当事 师尊也说过 他在19岁时 参与五四运动 蒙发民族大爱 五四运动 在上海这本书中 里头记录的 李鼎年 就是师尊本人 师尊二十岁 从中国工学毕业 你看到荧幕上是毕业证书 学生李鼎年 系江苏省武进县人 县年二十岁 在本校商誉科修业期满 考察成绩及格 准与毕业 所以这是师尊的 李鼎年的大学毕业证书 那包扬令接着 肯定师尊 毕业之后 乃以书生从政 任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 统税局局长 财政局局长 发行心事 卓著清誉 这是师尊 二十三岁到二十七岁 从政的经历 这张有内务部 为发起平单试证书 说明民国十二年五月七日 师尊二十三岁时 奉大总统指令 李鼎年 准以建任职 分发任用 这个文字上有个叫行 就是磨刀的意思 也就是出路 斩露头角 也就是师尊刚从政 展现出连洁不贪的高洁精神 而为当时的人所肯定 在我们看下一页就是 建 财政部民国十七年二月 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给予李玉接的令 也就是说 师尊二十八岁时 应聘为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基要秘书 师尊二十八岁时 师尊于任内 担置节律 破坏中央地方税收 罢分原则 成立税警团 改进研究竟 完成国民政府成立以来 第一步 二十二条的税法草案 整顿中央税务 贡献良多 你莫想到 师尊在仕途上 兢兢业业 也平步青云 为什么会走上修道 这条路呢 仍然来 师尊在三十岁 因缘际会 皈依了道统第五十四代教主 萧昌明大宗师 过次道明极出 从此以身许道 创办上海宗教哲学研究社为己任 师尊出心 出力 出钱 终于在民国二十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奉准成立 光电电名为太虚电 师尊三十四岁 尊教主之密 知陕西行道 师尊到西安三年后 对日抗战爆发 包扬令 肯定的师尊 是这一段 抗战军心 以身许国 传道传经 摩顶放咒 立心立命 舍己度人 师尊三十七岁上华山 看守西北门户 这个相片 就是师尊在华山北风的时候 一家子在北风上的流影 而我们这边有师尊当时的著作 新宗教哲学思想体系 就是传道传经 就是这本的经典 那民国二十六年七月 那民国二十六年七月 师尊在华山这段时间呢 发起起见 长期祈祷 普立幽民 功德法会 及阴阳两立 简洁法会 并且筹组 同心自会 救护医疗队 一面 抢救伤患军民 一面 师密 师医 师药 师官 救济流离的同胞 以慈善爱心 一行 安定后方社会 二十七年 农历九月一日 在华山南风 发起起见 祈祷抗敌 最后胜利 復活法会 连续九天九夜 开华山慰友之圣会 宽伦诸祖 以及云龙至圣 这些帝仙们 在师尊在 华山期间 多所协助 同时 他也原本应允 在抗战胜利后 接师尊全家上 昆仑山修炼 但到民国三十四年 抗战胜利前 昆仑诸祖告诉师尊 中国将有更大的变乱 师尊另有天命 赶快下山 早往彭来仙道 我把师尊来台湾的时间 与当时的局势 做个说明 让大家知道 师尊是尊天命来台的 不是逃难来的 首先是第一栏 云龙至圣等 要师尊至蓬莱仙岛 完成使命 第二栏是讲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十五日 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 师尊全家 南归到了上海 民国三十六年冬天 尊天命来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签台 一称国府签台大撤退 是指民国三十八年到三十九年 第二次国共内战末期 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 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 当时人心惶惶 师尊发表时事预测 以安人心 这些历史背景 大家清楚后 来看包养令肯定 师尊来台的事迹 神州变色 富难来台 接伴自立晚报 首开台湾民间舆论精良 产阳中华文化 补吹自由民主 规模思张 升华并茂 这是说 民国四十年九月的时候 师尊五十一岁 接伴自立晚报 以在野之身 尽书生言论报国之责 从五十一岁时 接伴自立晚报 至六十五岁退出 师尊经营自立晚报 十四年 奠定该报 独立超然公正的立场 肯定师尊 产扬中华文化 补吹自由民主的贡献 这里有一个报纸上面提到的 自立晚报 上面有个头条 五党五派独立经营 这是师尊超然的个性 胡适博士在民国四十年代 反台湾的一次公开演讲中 曾经提到 自由中国两位新闻自由斗士 李万居李玉街 这就是两名之一 收入在胡适文存里 师尊是极受肯定的 师尊在晚岁道弘华乐 教崇天地 倡导世界大同 古武人性良知 并于茂林创祖中华民国宗教哲学研究社 弘兴自会 集中文教基金会等社团 悲天敏人 义士济明 谅解锦行 允足今世 这段文字 说明师尊在七十八岁时 在台北成立了中华民国宗教哲学研究社 八十岁 复兴先天天地教 硬化人间 化解人类毁灭危机 倡导世界大同 总统包养力 共三百三十九字 大力赞扬师尊 悲天敏人 义士济明的高德行营 维生先生用四句话 十六个字 总结师尊九十四年的生平 他说 生来有自 守到西北 补天东南 不心地教 句句铿锵有力 守到西北 补天东南 不心地教 这是师尊的三大天命 守护人类 化炎劫难的大功 师尊的著作 在民国八十四年五月 入博使馆 我们说 世间有三不朽 指 立德 立言 立功 三贱 可以永远受人怀念和惊讶 而师尊的行仪 悲天敏人 义士济明 在总统包扬令的德性记录中 斑斑可见 而守护人类 化炎劫难 赌行三大天命之立功 师尊也把这立功的机会 让天地教同分传承发扬下去 而师尊的著作 大经 大法 大法 就是立言也 刚介绍了师尊的生平之后 由于各位刚接触天地教 除了了解师尊的形影 我进一步要介绍师尊的静坐经验 这是一个自救救人的法门 师尊说 静坐是中华民族老祖宗留下来的强生强肿 养生长生 天人合一的遗产 师尊对于静坐有75年的做工 在20岁左右开始学习静坐 属于摸索的阶段 30岁 蒙消失引进入门 便痛下功夫 一门深入 39岁 前隐跨山白云峰下 清晨云龙至圣 昆仑祖师们慈悲指点 88岁 在台湾雷利厄道场 清须妙记 天人清和时 得自大罗金仙门的流落的正言 师尊对静坐的学习精神是 初步研究报告 看这段觉得师尊很客气 从身体生理契机的变化过程 用科学上的名词 由浅入身 分层说明 所以各位 你在这儿学习静坐 您可以很放心 师尊是很懂静坐的 师尊刚开始学习静坐的身体状况 您看 头影片上面所列的 圈起来的部分 师尊自己承认 他是身体虚弱 中西医药网校 但是您看看 师尊的朋友 温广宜先生 在师尊七十岁时 写了这一篇动静配合 养生有道的这篇文章 他说 浴老静坐功夫很深 三四十年来 从不见断 浴老在球场上 花式灰干 剑步如飞 在球场上 有很多 步履隆中的外国 秃头老人 却比浴老年龄少很多 显示浴老的老当义壮 养生有道 作为老朋友 深知师尊以前 虚弱的身体状况 所以他做了结论 长寿健康 并非与生俱难 确实要后天 始终不断的锻炼和养成 浴老不愧 可做楷模 所以各位 如果您觉得自己身体不佳 您放心 在这里好好的续 练习 好好的锻炼 师尊静坐的功夫 下得很深 在新境界 师尊依次分析自己数十年的实地经验 他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是初学基本知识 第二个是气胎状态 第三是电胎 第四是气胎 就是讲圣胎 第五个是雷胎 而各位初学 功夫慢慢做下去 自有不可思议的变化 同时也欢迎各位好好研究静坐 因为 从学术的观点而言 这师尊上课说的 静坐是一门大学问 包括心理 生理 生理 哲学 医学 行儿上学 生化学 宗教哲学 等等学科 基于如此 所以师尊 他深思熟虑 把静坐分三阶段 逐步的教授给大家 第一阶段是静心静坐阶段 第二阶段是正宗静坐训练 第三阶段是进行55天的闭关训练 一步一步的深入 透过静坐 锻炼人生的精气神 从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环须 循序进修 师尊说 静坐最基本 下胜者可以却病延年 进戒至终胜者可以返老还童 上胜者可以超凡入胜 对我而言 师尊说 炼精化气功夫完成的现象 他提到 气机自然运转 任脉都败 齐精八脉 一关一关都打通了 我就觉得 值了 师尊在静坐药义中提到 今晚则气冲 气冲则神足 神足则人 会思想灵敏 耳目聪明 四体强健 期望大家好好学习 静心静坐 做好基本功 自然身体强健 耳聪目明 顺带 我分享师尊教导我们打坐的两张相片 这第一张 您看看 八十几岁的师尊 叫弟子上座的预备功夫 斑脚掌 双手放在膝盖 所以看起来很清楚 再看第二个 师尊说 双眼看两脚大拇指 大家看相片 师尊自然而然的用双手触碰两脚的大拇指 哇 各位实习师 摸摸你 触碰到你的两个脚大拇指 我在整理这相片时 有个拉筋师傅看到了 马上要求要归一相片上的师尊 我觉得他很有慧根 我是76年开始向师尊学习静坐的 当时有同学问师尊 静坐有没有秘诀 你有没有留一点给李加班呢 师尊说 有啊 秘诀就是静坐要能坚持 要有恒心 要有坚持恒心的坐下去 我以此师尊的这段话 跟大家共勉 也可以发现 师尊的个性是 坚持有恒心的 希望大家互相共勉 谢谢 谢谢大家